全球首創第一座地下公园 就在美国纽约曼哈顿 原本是废弃的电车站 经过多年努力 如今走进来一片绿意盎然 鲜花盛开 但如何让光线近得来 成了设计团队一大挑战 原来是运用了特殊科技 名叫远程天窗 我开始专业专业的电车技术 我们的研究证明 我们能够把光线放在那里 能够把光线放在那里 把地面上的阳光 透过聚光镜和光纤电缆 聚集引入地下 过滤有害的紫外线 和不必要的热能 只保留植物光和作用 需要的波长 让整座地下公园 仿佛许多小太阳 同时照耀 你能看到许多年纽约人 都很感激烈 为了这个新的新建设计 为一个地下公园 根据时间和资源 想想其他地方的新建设计 可以变化成为 绿色的地下 让大家享受 山中原先就有的 鹅卵石鹿蜜和铁柜 高大的钢柱和拱形天花板 地下公园占地约1600坪 经过十年筹备展览募资 以吸引七万人参观 创意无极限 预估2021年就能对外开放 有望重温纽约抢眼的新地标 三连新闻 全部入报导